因為這計劃廟裡關 今年只有兩千兩百塊的蟻蟻 廟裡關明年完蛋開始 要來增加生育經體的補助 生一個要花兩萬塊 另外通宵又要花九萬塊 所以在通宵生一個能量十一萬 只屬華人福利鄉的十二萬 為了提高生育爐 廟裡關通宵訂工作 為明年開始 只要老爸或是老母 集結在通宵訂買一年 每一個出席的蟻蟻 會補助九萬塊的生育點貼 若是在高雄廟裡關注 提高的生育點貼兩萬塊 北部可以領到十一萬 這條經費會優待 每年的回饋金來支援 不會額外增加上公所的負擔 通宵訂工作表示 通宵幾年出席的蟻蟻有八十人 今年出席到八月底只有六十六人 希望就由生育頂貼 讓原本外增到台中身體的通宵訂民 可以因為這個政策 跟合作承擔的通宵 這項政策有民眾支持 但是也不會這個人認為 也沒有辦法解割通宵 領口外勞的問題 你幼稚園如果要留在學校 留在國小留在這邊 小學人口就比較多啊 因為基本上要大人留在這邊 這邊才可以 這邊念書 那你錢念完了 他就到別的地方 念小學是不行的啦 這要落實到人口的增長的話 我認為還是有限啊 倒不如說這個銅鑼 鼓勵我們這些年輕人回來 銅鑼科學院區啦 保護金就業 這才是長久之地 還是根本之道啊 賣接民眾表示 想要給人留在通宵 就應該時刻如何增加 當地更做機會 還是補助貸幼稚園 還有國際的交友費用 如果沒有三年後 把九萬塊先由頂貼了 為了更做 還有孩子就學的問題 一樣會牽手給吃 記者苗栗 綜合報道